刚刚是从这边 这个工作表 我用Ctrl键 拖拉之后 再复制 Ctrl键按住会多一个加号 放开 这边会多一个工作表 我是建议你另外再复制一个 分开来 你不要放一起 不然你会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 OK那这边的话 建立一个新的 名称叫VBA 再来的话 我这边 假设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有个按钮 按一下它 它会自动帮我把结果输出 另外有个按钮是清除 大概这么简单而已 那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写法 其实写法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其实两个 我这边有写两种方法 一种是直接输出 在VBA里面处理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到竹权格里面 一种是输出公式 那什么叫输出公式 这样一样嘛 清楚 这样子 看得出两者差异吗 一样嘛 可是实际上一不一样 输出公式 有没有放这里 有没有发现 这里是什么 丢出公式 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另外一个是 输出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没有公式 里面只有结果 这两种反正都是VBA 那只是说 这种输出公式 有的时候就是说 你如果工作里面刚好 你反正写好公式 但是你又不想要重新再想说 VBA的程式怎么写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首先的话 在这边 我们怎么样撰写这个 叫刮户至串的底线公式 就是这个程式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一样先切到Visual Basic 这个我想慢慢你要习惯 那也许你打开来之后呢 它会是全画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缩小 为什么要缩小 基本上可以移动 一边移动 一边看着你到底要怎么写下一步 因为程式 不是闷着一直打 而是你一边看 一边做下一个动作 OK 所以你是根据你实际上工作的需求 而去撰写你下一行程式 所以程式怎么写出来的 没有 不是说我用拆的哦 我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按部就班来 所以第一个呢 我如果今天要撰写什么 刮户至串 第一个我先把这个移除掉好了 移除 OK 重新再来过 怎么写 一 记得哦 如果你要撰写VBA之前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模组 二的话呢 我如果要增加一个刚刚什么 刮户至串公式这个 那我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就直接哦 在这个地方插入一个什么呢 插入一个程序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呢 就是像刚刚这个地方 叫刮户至串 假设我今天这个地方 直接插入一个叫 刮户至串 底线 公式好了 那记得用Sub Sub对应的就是 会是一个按钮 如果方圈的话呢 是智力函数哦 OK 所以刚刚我们第二种还没讲 第二种是方圈 我们先用Sub 按确定 那它会帮我产生什么呢 一个Sub 前面有Public 不过这个Public 有跟没有 其实目前是没有差别 这个Public 是你要不要跟 其他的专案共用 因为目前我们就有一个专案嘛 有没有 VBA Project 目前自己没有影响 所以要不要共用 就像你那个 网方嘛 你共用嘛 如果你只有一台 那你跟谁共用 对不对 所以目前呢 这个有没有没差 然后Sub后面会有个名称 一定会有个小刮壶 这个一定要有哦 你不能没事哦 这个好像看起来没用 把它Delete 不过他很聪明 会自己帮你加上去 一定要有就对 然后EndSub也不能没有 如果你没有EndSub 会怎么样 他目前没这样 但是你程式可不可以执行 他不能执行 编译错误 必须是EndSub 因为他不知道结束的地方在哪里 OK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必要的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我希望丢公式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我必须重复 特别最好丢不是一个一个丢哦 那如果说你要一个个丢的话 这个地方需要有个回圈 那我前面讲过 其实人最不喜欢做的就是重复事情 但是电脑最喜欢 而且电脑的专长 就是在处理不断的重复的事情 你就要做一千万次 他绝对没有第二句话 而且会不会错误 完全不会错误 除非他当机啦 那是另当别论 电脑最喜欢做重复的事 所以你应该要让他发挥他的所长嘛 尽量写一点事情为难他 OK 尽量让他做一些重复的事 不然你叫一个人一直重复做啊 不要做一千万次啦 做一千次他就已经头昏了 对不对 而且会不会错 他会做错啊 而且他开始头晕脑胀 眼睛开始有没有 然后就容易有trouble 那电脑不会啦 OK 所以你要尽量利用电脑的长处 所以呢 机器人其实背后这台电脑 他电脑背后 其实就是你已经写好的程式 让他叫他去做 当他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去如何去反映 那背后当然有个资料库啦 如果放云端的话 配合大数据 所以随时分析嘛 对不对 然后他会给你 你要的答案 所以像现在很多 那个机器人可以当客服嘛 OK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 这个地方如果说要输出资料的话 记得哦 就打一个for回圈 这个固定的 for i的话是一个变数 这个i的 这个变数名称 不是固定的 你叫别的也可以啦 不过习惯上 列的话都用i 第几列呢 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这边的话 2到10 enter两下 打一个net 意思就是说呢 下一个变数 2 3 一直到10 下一个下一个 做什么呢 我要输出资料 输出什么资料呢 到处存格 所以这个sales 请各位一定要记一下 这个sales哪一列呢 第i列 逗点 哪一栏 你就用双引号b 告诉他说呢 我输出到b栏里面哦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b 然后串一个2 就是b2出真格 b3 b4一直到b10 输出什么东西呢 先给他两个双引号 现在这样的写法是清除 丢空的给他是清除 但是如果我说我今天呢 要输出什么 输出公式的话 那我可以切到哪里呢 切到那个前面的地方 把刚刚的这个公式怎么样 先复制一下 好 特别说复制之后 记得呢 要先按取消 如果你没有按取消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 直接复制完之后 切过来之后呢 奇怪点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现在游标在这个资料编辑里面 请你按取消 取消之后呢 才能够切过来 那把它贴上 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你会来呢 在bba里面哦 要输出公式到储存格的话 请记得两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呢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公式里面本身 有双引号的话 有双引号哦 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它变两个 有没有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 这边又有一个 那你会想说为什么 还这么麻烦哦 那道理很简单 因为呢 这个公式是里面的 那bba外面已经有公 已经有双引号了 它会分不清楚 到底是里面的 还是外面的 所以呢 第一个 如果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怎么样 把它变成两个 不过我建议哦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哦 你可以先 我的习惯是另外再开一个记事本吧 把它贴上 然后呢 在记事本里面加 不过还有个更好的方法 就是编辑里面有个什么呢 取代 你可以把一个取代成两个 这样就更不容易错了 OK 因为有时候啦 像即便哦 我自己改啊 可是改一改还是错 为什么漏掉 只要漏掉一个 就不行 很麻烦 OK 写程式真的是 一定要非常注意细节 因为看起来真的没什么 但是你只要错一个地方 它就是不能执行 所以要很细心啦 OK 而且要心情要整个不能心浮气躁 而且呢 又也不能被干扰 因为不然你写到哪里 叫你一声 刚刚我在做什么 回头来 就会忘记了 所以这个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怎么办 这也是一种练修养的方法 还有呢 你可能要找一个空间 是你要独立的 不能被干扰 不过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了 因为可能外物很多的话 而且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那更不容易了 好 那把它取代 取代一次就好了 这个变两个 两个 然后呢 再把它复制到 哪里呢 这个双引号后面 贴上就可以了 OK 第一步就完成了 如果规则一 如果有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规则二的话呢 因为我们的列号 里面有没有列号 有 后面只要有数字 二 因为你现在输出可不可以 试一下 其实你现在呢 如果把它切到VBA这边 然后再切到这边 你如果要执行它 不用按钮 直接按一下上面这个执行 你会发现奇怪怎么没有反应 不是没有反应 是已经有反应 但是因为呢 我所有的参考到的都是A2 有没有发现 因为都没有动嘛 都是A2 所以我如果希望呢 这个A2的2 可以随着什么 我往下一个储存格 变3 变4 变5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2 变成一个变数 哪个变数 就是I 要把这个I怎么样 放到这个2的位置 但是特别重要 不是叫你直接放个I进来 因为呢 它一个完整的字串 中间要放的变数 不能直接放 必须怎么样 要串接 这个规则跟那个Excel里面的资料编辑很像 怎么做 做一次给大家看 一 先把这个地方 先把它切开来 那怎么切哦 双引号双引号 先放中间 再移到中间之后的话 AndAnd 再移到中间 再加一个I 然后呢 And前后呢 一定要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看得懂我在做什么 不是在说外星语吗 没有 其实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原来的一个字串 有点像一个蛋糕 OK 这个蛋糕呢 如果你中间要加一个什么呢 假设好蛋糕里面加一个什么 樱桃好了 我现在好像加樱桃 现在都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啦 如果说你要加一个草莓好了 OK 那你势必怎么样 要把它先挖开嘛 然后中间的话呢 再把它放个东西 如果说你担心它结合在 你可能要把它隔开啦 类似有这种概念啦 不过 就是做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是 把原来完整的一个字串 切开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一串呢 一个头一个尾 这一串是一个头一个尾 那中间的话呢 一定要配合什么呢 串接符号才能够跟这个变数串在一起 OK 应该慢慢可以看懂啦 那为什么 因为这规则啦 字串跟变数之间都要串在一起 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那未来会碰到很多 所以 大概讲一下 那后面我再做一次喔 那后面不是还有这么多二 对不对 其实喔 一样喔 如果你暂时不知道没关系 先把它记下好了 那慢慢 你花一点时间再理解 双一号双一号移到中间 再把它串接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 空白 那你想说 后面好像都一样啊 其实喔 没错 你就怎么样 把这个头跟尾怎么样 刚刚做的东西复制一下 再在这个二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再把这个二贴上 全部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 来试一下 这样好不好OK 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喔 这个是A2 对不对 下来变A3 下来变A4 那为什么会变动呢 其实喔 都是由这个I 它帮我改变的 那复回圈呢 基本上都在做什么 就是重复嘛 重复什么呢 把里面的那个I的数字 帮你在往后加1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中间 所以它初始值第一个是2 内舍之后就变3 就变4 一次类推 这个可能要细部喔 如果细节喔 假如这样 如果说你要让它跑慢一点喔 你可能不要按直行 我是建议你可以喔 记得一个F8 F8是什么呢 就是组航跑 组航跑之后的话呢 你把油标放在上面 它会告诉你I现在是2 对不对 那你按一下执行 它会输出一个结果 NAS 你会发现喔 I会一直变3 然后你会发现4 它会一个一个帮你输出啦 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看一下细节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道理喔 然后做完这个之后的话喔 我们还需要一个按钮叫清除 那怎么把这个清除喔 你可以把现在写好这一段程式喔 不需要重写 直接把这一段喔 直接Ctrl鍵按住 拖拉下来 或者复制贴上也可以啦 其实我是把它这一段 复制贴上 这边改个什么呢 改个清除 然后后面这个 等号后面喔 就是把它怎么样 把它改成双引号就可以 delete掉 五个双引号 OK 然后把它清除之行 这样就OK了 这样的话 就会把公式丢进来 并且帮我清除掉 OK 那它的逻辑基本上 你们可能要搞懂 一 如果你希望让那个VBA 去重复做什么事的话 主要是由这个来决定 一定是 结构一定是Fornets 第二个的话呢 公式怎么丢过来 它会帮你串完之后 丢到前面喔 所以这个等号 意思就是说 把后面的结果 串接完之后 丢到前面 那前面是一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所以它把后面东西 丢到前面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OK 一直在推 应该可以看懂 可是 没几行 发现这个还是要需要消化一下 有些同学可能还 刚开始接触的话 会觉得很奇妙 但是 慢慢你会发现 这都固定逻辑 好 所以两段程式 基本上呢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在云端上 上面有一些相关叙述了 然后 清除 跟 这一段 如果你刚刚那个 假设不OK的话 你可以Ctrl C 然后呢 再把它Ctrl V 贴到这 就这两段 这两段 其实就是这两段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可是你的I是说 可以换成任何形式 也可以叫A 也可以叫B 对 对 那个是